禍完農曆新年和情人節 又到元宵節 情人節禮物、賀年產品 他們的包裝都是特別精美的 不過精美包裝背後 又製造了多少垃圾呢 餐具一者一華 就可以令到真正的源頭減費 而不是只有消費者致備餐具 才是一個選擇 消費者做回收才可以減少垃圾量 新年中國的傳統習俗會四出拜年 拜年當然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 明晚很多地方都有彩燈會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新年中國的傳統習俗會四出拜年 拜年當然不可以兩手搖搖 但現在那些賀年禮品的包裝 就越來越精緻 亦都越來越大件 這樣送禮給人的確得體很多 但亦都製造了很多垃圾 你說得真是對 這個過度包裝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的 有時候去超市 打算買個橙、買個蘋果 怎料一拿上手 又膠鬥、又保鮮紙 模型中真的製造了很多垃圾 過完農曆新年和情人節 明天又到元宵節 情人節禮物、賀年產品 他們的包裝都是特別精美的 不過精美包裝背後 又製造了多少垃圾呢 對,他們有很多包裝 這些包裝其實有些都挺多元 現在有很多東西是獨立包裝的 你覺得上比可以減少包裝的餐廳 多不多 不是很多 除非是買菜、買菜 其他的零食 特別是零食 很多都是獨立包裝的 要吧,你不覺得很多都是一大盒 不如你買個手袋一大盒 有很多層包裝的 有雪梨紙 有一個紙皮 有一個盒子 你不覺得嗎 你打開袋子 你不覺得很多東西在這裡嗎 全部都是扔的 其實那袋垃圾比袋大 反正不想 因為擦都是麻煩 而且我們現在都明白環保的重要性 但可能因為現在購物上便利 或者網上購物都比較多 包裝可能在所難免 在運送的過程 或者風險管理方面 絕對會 都不想… 其實起碼都知道這對環境有負擔 所以也少做 明天你可否再少一點就再少一點 在農曆新年期間 有不少賀年禮盒推出 不過很多都至少有三層包裝 一個盒 一個膠袋 每塊餅乾都是獨立包裝 有些還包上花紙 至於水果 一樣有很多重包裝 日本產四個蘋果 用了保鮮膜、膠袋 還要逐個用發泡膠網袋帶著 韓國禮還有貼紙 這個果欄更誇張 有絲帶、沙網、膠 而每種水果 還配備發泡膠網袋、膠袋 這盒中國蘋果 就齊齊整整排好了 再看看旁邊的盒中國金吉 一磅成為88元 粒粒獨立包裝 數一下裡面究竟有多少粒 一共有40粒 即是有40個獨立的小膠袋 這樣包發不僅浪費 還會令整件產品的體積大了 將來垃圾徵費實施 要丟這些過度包裝的垃圾 就會由市民承擔 其實我不太贊成 即是過度包裝的 如果垃圾徵費實施後 你會否買少一些 會的… 而且真的會盡量 不要包裝得那麼多 自己又少一些垃圾 不要令到別人製造那麼多垃圾 因為始終可能生產過程 可能供應商都有它的考慮 很多方面考慮 我想這一方面交給他們 專業的方面去處理 我作為消費者 其實相對來說是被動的 但你始終可能水果也要吃 可能會選一些… 例如你吃到士多啤梨 你都沒辦法 你要買一些有包裝的士多啤梨 有環保團體認為 市民愛出救物的時候 有時候無法選擇 看看類似一些超級市場 究竟我們有沒有無包裝的選擇 發覺當然是買一個蘋果 原來也不容易 可能一個蘋果就有膠膜 甚至乎有膠袋 保鮮膜、盤子、盤子 但其實我們要的一個蘋果 很多次商家就是 菌磅室去消費 加上一些過度包裝 令到某程度上 消費者有壓力 買了一大堆貨品之後 原來很大部份 都是一些積棄的包裝 要它去處理、棄置 我們常說垃圾收費 大家注重市民要付錢 而另一個位置 就是經常都可能 副略了生產者 都有相關的責任 因為我們市民放的垃圾 放之前都是一件商品 或者我們使用的東西 就是那件商品 究竟有沒有很好的維修 有沒有一些簡約包裝 有沒有一些可從業的包裝 非即是選擇 給消費者 其實消費者才可以源頭減費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去推出 垃圾收費的同事 更加應該要關注生產者的暫製 不可以讓商家繼續 像現在這樣過度包裝 其實把金桔這樣逐顆包裝 真的有點誇張 我自己去買東西 如果看到這些過份包裝 我都會想清楚 看看是否需要才會買 我們都問了不少的市民 他們都說盡量不會選擇一些過度包裝的貨 但是去到街市或超市都沒得選擇 因為很多貨都有多重包裝 所以有環保團體都呼籲政府 證實這個問題 落實源頭減費 環境局局長謝展環 在去年11月網誌上提到 垃圾收費的整體方向 是先要市民養成減費回收的習慣 鼓勵各界珍惜資源 積極落實源頭減費和乾淨回收 而垃圾徵費是按照污染者致富原則 綠色和平認為最容易 就是一開始商家去賣產品的時候 應該要用最簡約的包裝 最好就是無包裝的產品 又或者是一些可重用包裝的產品 這樣才直接源頭減費 如果說回依賴消費者去做回收 其實這個就是回收的程序 並不是由源頭開始減少垃圾 政府早在2013年發表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至2022 當中提到金字塔的廢物管理架構 應該是先避免產生 即是從源頭減少廢物數量和種類 之後才是重用 回收、循環再做 最後才是棄置 最重要的是放多資源 去源頭減費做多政策 推動重用才是回收棄置 但是看回政府這10年來的支出 反而是本末倒資 棄置從堆田區到墳化路 每樣東西都八億計 回收不同的設施 陸在區域的建設 可能都說每樣東西是過億的營運費 但是看到一開始的源頭減費 以及重用 反而這兩年生產者暫製 這幾年來都沒有特別的起色 亦沒有看到一個很好的政策 包含過度包裝產品 又或者即棄外賣的包裝 都暫時未包括在內 政府有為製造商、進口商、批發商、 零售商和消費者 定下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但十幾年只有幾個推行的計劃 包括一元膠袋、4.1老產品 玻璃飲料容器計劃 至於塑膠飲料容器及紙包飲品盒 還在草以緊條例 預計在今年初提交立法會審議 對於政府針對超級市場、雜貨店等行業 推出過度包裝提供實用指引 其實內容只是提供一些關於日常營運 減少消耗的小貼士 對於將來實施垃圾徵費 政府會否規管進口商、生產商的 過度包裝問題 環保署說一直有跟業界溝通 香港大部分的產品都是進口 我們都一直跟不同業界溝通 探討並推行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 推廣減少使用包裝物料 我們會繼續透過宣傳教育 及其他不同途徑 推廣減藥包裝、源頭減費 它完全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其實它又如何透過這個指引 可以令到商家作出改變 我現在這一刻都很有疑問 是否真的可以保障到市民 免於因為無謂包裝、過度包裝 而最後要市民買單的情況發生 他們認為要源頭減費 不應該單靠市民去做 更加應該做的是生產者站的源頭減費 由一開始 例如一些超級市場 一些買外賣的食肆 他們可以提供一些簡約的包裝 或者買外賣的時候 可以重用借環系統的餐具給顧客 一借一環 就可以令到真正的源頭減費 而不是只有消費者自備餐具才是一個選擇 消費者做回收才可以減少垃圾量 我們希望是一個政策的支援 是生產者應該要做更多的事 接下來8月1日 香港就會實施垃圾徵費 但大家似乎對於哪些垃圾要收費 怎樣丟垃圾 還有很多疑問 下星期我們會為大家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我們經常說要對症下藥 找醫生也是一樣 但如果你周身骨痛的話 應該找誰呢 你突然這樣問真的很難答 應該找骨醫、脊醫還是治療師 那真是很難落決定 究竟找哪一科呢 脊醫在他們的脊醫治療師所說 就是他們的稱呼是註冊脊醫 他們不是西方醫療的其中一份子 因為我們西方醫療 就是會著重斷症 還有診斷之後它是甚麼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有筋骨 或者肌肉上面的不舒服 你會建議怎樣做呢 如果有肌肉上的不舒服 首先就是看一個問題 是否只是少不舒服 少少痛 或者影響一個功能 譬如容易出現走路不穩陣 或者做不到某些事情 在我經驗裏面 都有見過一些病人 做了一些手法的治療 譬如會令到頸的移位 或者將門突出導致手腳動得不好 另外有些人肩膀繃緊 五十肩肩手炎 都有一些我們不知道是甚麼的人 幫我們做一些過份的 就是伸展 會導致我們的肩膀 叫做全轉有肩的根肩撕裂 我最嚴重的個案 我看到的是拉頸 所導致四隻手腳癱瘓 那他們受不受醫生註冊條例去規管 他們不受我們西醫的 醫生註冊條例規管 在法律上 他們是有自己的脊衣註冊條例去規管 市民要知道 當你找一個醫療的人的時候 究竟他可以提供的是甚麼 脊衣就不是專科醫生 他不是像我們骨科一樣 那現在坊間 其實還有很多治療師 例如伸展治療師 伏偉師 那這些又有甚麼分別 剛才你所說的 關於其他所謂的提供者 我想更加連他受規管都不是 他們對某些東西有多少認識 我們是完全不能掌握的 那至於物理治療師 他們是否比這些治療師 伏偉師這些是更加有專業的 物理治療師是我們西方醫療的其中一環 而物理治療師是用一些物理的方法 譬如我們的筋骨 肌肉 都因應不同的情況會有物理反應 物理治療師就很熟悉 即是不同的工具、設備 或者活動 去幫助一個病人 去處理問題 但其他的治療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醫療行為 我覺得如果它不是專職的醫療 就不恰當了 最近最有痛症中心說 可以評估小朋友的脊椎情況 如果怕小朋友生不高的話 可以找他們幫忙 這麼神奇? 怕不怕小朋友長高的問題? 怕他們生得這麼高? 也怕的 那你會做些甚麼呢? 讓他們可以長高一點? 給他一些蓋片吃 還有每天早上買牛奶給他喝 坊間有些服務 可以幫小朋友評估 他的長高的情況 然後有些治療 你會不會去試這些? 不會 為甚麼呢? 因為自己平時在飲食方面 已經足夠維持蓋的蓋 是的 那你覺得這些服務 其實是否真的有效? 因人而異 有些小朋友未必會適合那一套 怕他長得不夠高? 不怕 不怕嗎? 那你有沒有做些甚麼 讓他可以長高一點? 做運動 飲食均衡 甚麼運動? 爬跳 公園那些 那有些服務 就說可以評估小朋友生長 然後就有些治療給他們 你會不會試一下呢? 我不會 他媽媽可能會 我不管 我不相信那些東西 不相信嗎? 就玩一下 就當占卜看照片 但不相信的意思是 你覺得沒有效的? 不是的 就是參考價值 有限而已 如果他是在說小朋友 我覺得更加要小心 小朋友的成長 其實有很多變化 如果我們定性了 他有某些問題 又說他不高 又說他要歪 那對他的心理成長 有很大的障礙 小朋友的肌肉和筋骨 那些人帶的發展不同 例如小朋友的人帶比較鬆 如果硬性做某些治療 可能會弄傷 那我想這些也是一個不好處 那如果家長真是擔心 小朋友長高的問題的話 那又可以怎樣做呢? 因為小朋友長高出現的問題 可以是骨落成長的病 亦都可以是內分泌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 或者是遺旋病 那這些一定要是西醫 去作出一個正確的診斷 然後加以治療 西醫就會定一些 叫成長的指標 然後就看那個小孩 扶不扶他的指標 這個小孩成長 其實有不同的階段 每個家長 可能這一刻看過小孩 就很心急 他要發展成怎樣 或者要多高 但是有些小孩 是留前到後的 我們很難要家長 猜到未來十多年 如何發展 但也不要誇大了問題 在坊間 如果聽到有一個E字 或者一個C字 我想市民要清楚 這只是一些名稱 就不是代表了他的背後 他的訓練 或者他所做的方法 是怎樣專業的 我想真正要看清楚 就是那個服務提供者 他本身他那個專業是甚麼 他的售分是怎樣 我想市民都希望他 不要聽到C和E 就想著是很厲害了 開民處每年都會在港九 不同的地方舉辦彩燈會 都很有特色、很有氣氛 今年也不例外 而且還免費 歡迎大家入場欣賞 除了去彩燈會之外 相傳元宵節 還是求取姻緣 吹旺桃花的大好機會 至於去哪裏求 就讓家儀告訴你 新一年又到了 不少人都會趁著農曆年期間 去轉個好運 祈求新一年可以順順利利 其中一項最多人祈求的 就是姻緣 香港有不少地方 可以給人求姻緣 而皇大仙月露廟 就是其中一個多人去的地方 相傳月露神 是道教的姻緣之神 掌管人間所有男女的婚姻 就好像俗語所說 千里姻緣一善軒 月露會幫世間的男女 拉起紅線 避潔良緣 今天來到皇大仙廟 都看到不少善信 來拜神祈福 但我的目標就是拜月露 跟我來吧 我們來到現在這裡 就是月露殿 如果你想拜月露 就要進去這裡拿一條紅繩 拿完一條紅繩 我們就可以看看手勢如何做 做好手勢了 我們就可以走到月露廟前面 趕低自己的願望 腿圓結束了 我們下一步就要把這條紅繩 磨一磨它們的腳 如果你想找一個魚耳狼棍 就要把這條紅繩磨一磨 金銅的腳 相反如果你想找一個女伴 就要把這條紅繩磨一磨 玉女的腳 但是我當然要找一個男伴 來到最後一步 我們現在就要把這條紅繩 綁在這條紅繩柱上面 綁住這條紅繩之後 其實整個拜月露的過程 就大功告成了 想求姻緣除了可以拜月露之外 不少人都會來到文武廟這裡 去拜和合意 有不少人都說如果要拜姻緣的話 都會來到文武廟的和合意仙 其實和合意仙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其實和合意仙 其實有很多個傳說 但是相傳在唐朝的征官年間 就有兩位施僧 分別就是韓山和十德 他們是好朋友 其後就一起定居在蘇州 就一起合力建成了韓山寺 去到雍正年間的時候 兩位施僧被封為和合意仙 那為何求姻緣要找他們呢 因為和合意仙 他們的神像模樣 通常和仙會捧著河花 而合仙會雙手拿著全盒 和合和和合同音 以前和合就是指夫妻之間相處和睦 家庭和諧 後期就引申到人緣、姻緣都一樣 所以善信就會來拜和合意仙 如果我想拜和合意仙 那我應該要何時來呢 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來 如果我們拜了之後 是否每一年就要來還神 通常一般拜神都是年頭拜神 年尾還神的 那我們來到文武廟 想拜和合意仙 聖歌步驟流程要怎樣做呢 那善信可以在桃花絲帶上寫下祝願 然後來到和合意仙這個龍牌前面 上廚香然後敬寶伯 然後把桃花絲帶連紅城過過香火 最後把桃花絲帶綁在桃花亭上 紅色這個綫就放在銀包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都想有一段好的姻緣 如果你都想遇上命中決定的 就不妨參考求恩員工 看看可不可以遇上你的真命天子 又或者真命天女 就不妨參考求恩員工 佳節當前相信大家都有節目了 而明天港鐵就會推出感謝日 憑百達通或者用二維碼乘車的話 可以享有車費半價優惠 詳情就要留意官網了 至於報料 歡迎WhatsApp去6896-0931 下星期繼續一線搜查 我寧願你一次性 和我一個人蒸100元、500元也好 你這樣搞得我們真是 很多人都受困擾 香港尖廚園一大口味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椅子可否四、五張搭一起等 環保署助理署長胡敬英就說 可以鋸開地托運 原來日本人真的會這樣做 專題探討一線搜查